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在中国当地时间11月30日 中国官方媒体新浪新闻 在一份报道中提到 在当日中国著名节目主持人 李湘的老公王玉伦 在微博发文提到 本人与李湘一痴 因长期性格不和 过年感情破裂 以今年的7月以和平分手 我们的女儿王思琳 会共同抚养并依然付出全部的爱 对于12年的婚姻终身难忘 未来双方还会是朋友 和爱你的父母 也祝福李湘和他的义众人 N白头 导致王玉伦单放官宣的导火索 使他深夜醉酒 由一年轻女子参护回酒店 第二天从酒店出来 又一起喝下午茶 第二天晚上 又有媒体爆料转 王导竟接着外人宠案 夜色朦胧中 他和短半女子行为亲密 手牵手三 看上去感情不错 长发美女和短发美女 显然不是一个人 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貌美如花 三天会两瘾 王月伦很难洗白 也不难看出他单方面官宣 是在给自己解释 单身无人管 然而这已不是她第一次被拍到出格的行为 早在2018年 王月伦就被拍到 女女子同气酒店 事件一出 她火速出来 曾经解释 称是朋友的女朋友 李香随后还发露 朋友的女朋友也不可以坐我的车 滚蛋 第二天 王月伦堵发誓 这辈子最爱的人是我老婆李香 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她的事 在王月伦的声明之后 这段绯闻不了了之 或许是李香太大度 王月伦开始变本加厉 2020年 她又被拍到在KTV 以女性亲密接触 王月伦摟着对方的腰 还时不时谈笑风声 后面还来 壁东 把后跑又一次发薄 这次她不再拿借口挡枪 而是归咎以求和事态 认出态度诚恳 还立时借酒为证 这次等了三天 王月伦打出感情牌之后 李香才在她的发文下回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